从前有个李老头 他听说 有一个神秘的潮流世界 就带上好朋友小贾去寻找 终于他们找到了 潮流世界的入口 我的天啊 为什么 这么狠 轻了是不是 我不太能够理解 我也不太能够理解 我没有这种审美啊 你也觉得离谱对不对 为什么 他们发现这里的人奇奇怪怪 今天适合你 写出我的名字 你的名字是Mr.Butterfly是吧 这就是潮流 真正告诉我是个潮流节目 谁信的我 服装学是我的母校 我是学的是新美体育动画 这个多少钱呢 钱两八十块钱嘛 给你个摊位头打广告 你看看 我现在打广告 这个广告 三十块钱打个蹬 谁能想到 我们这是一个服装类的节目 可可爱爱 他亲了我一口 真的很猛 哪件单品爱不释手的 这个吧 虽然有点像窗帘 但是很灵魂 还挺可爱的 逐渐放飞 你说你最喜欢 我最喜欢睡觉 睡觉 彻底失控 彻底失控 来个三十个服务生做电影 回头 随意是亮的 他打了 他打了 你们疯了吗 为了融入这个世界 他们很努力 这个年纪最大的是谁 我 年纪最小的是谁 零二的 零二 零二 男人三十岁是最有魅力的家庭 我说了两遍了 所以下次有没有机会让你演穿罗莉塔 我可以 你可以 嘉琪哥挑战JK 这个好看 哈喽 我来上班了 这个主要是就是为了综艺了 好 我就刚好选到了这些 太好看了 你这巴下来带一个 好冰难 三十秒 等一下 不要这么消极 他们发现 这个世界里 每个人的审美不一样 兄弟 我喜欢 你喜欢 特别怪 我还是有点不太懂你 就不潮了 很土 我喜欢这种莫名其妙的人 i love it 怎么乱去罚购的东西 我会给你买这一整套 不好意思兄弟 纯纯的觉得他比你强 脑子把子掉了 每个人的态度 不一样 永远要领带 我在穿衣服 而不是衣服在穿我 穿潮牌的 不应该是潮人 潮人穿过 那才叫潮牌 每个人的穿 大家都是自由的 我感觉我的创造性 要比任何一个人都要强 我很喜欢红色 我觉得 灵魂是遇含在学业里的 很多时尚东西 大家还是不用理解 但是对着想法就过来 每个人都互相欣赏 你应该很喜欢 很喜欢娜娜 嗯 很喜欢追眠临近 对 谁应该进京 我想选我的老乡 那如果跨艺不能进的话呢 你要把你位置让给他们 那我愿意 特莲说他愿意 我没办法选 我整个选 我基本一年多没交过朋友了 来到这里 和大家集体生活这么多天 就是要走就一起走 我们组到一起的时候 我就想说 我们俩谁都不用竞争 我们都拿高分 就不用都离开 每个人都坚持自我 我尊重老师的决定 可是我觉得 这一次我有点不服道 我感觉我并没有收给他 我觉得我穿着的东西 是我认为 现在整个服装工业上面 非常杰出的东西 想要为 我们有标准的年轻人发声 我觉得你们错过了很多好的 有设计理念的同学 外面有很多声音在告诉我们 你要做什么样的人 首先不被定义 不要在意别人的目光 史上很大一个乐趣就是 成为了 独意我爱的你 怎么是潮流 我们自己说了才算 我决定我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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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潮流 李老头和小贾不禁感叹 这就是潮流 我对这个丑酷啊 就是有那个情怀 但是我觉得呢 我有一条最漂亮的裤子 就是优酷 哈哈哈哈